再来社会焦点带您关心 有一名女子指控说 昨天晚间8点多 她在搭捷运的时候 遭到一名中年男子故意碰胸 那么后来她的手指就多了一道割痕 事后她赶紧通报站务人员 回家后担心对方可能是故意伤人的 就赶紧发文提醒其他民众要特别当心 北街的警队今天回应说 经过调查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之后 发现并没有异常的情形 也澄清并不是故意伤人事件 右手手指上一道红色伤痕 女子没想到坐一趟捷运竟然受伤 吓得上网发文 女子表示12日晚间搭乘捷运 要从东门站下车 车厢门刚好打开的瞬间 门边有个中年男子用手往他胸口触碰 刚好他双手还胸 但没想到下车时 手上多了一道伤痕 还开始肾血 让他担心是无差别攻击 发文警告大家要小心 会多注意身边的人 就是经过的时候会多看一下 就是看他手上有没有拿东西之类的 不然刀上有什么东西也别都不知道 安不安全 看他看他有没有很严重 如果小小的话应该就没事 但是如果有点严重的话 应该就会请战务人员来处理 女子声称发生捷运割伤事件 也让民众坐车时提高警觉心 被截则回应事发当下 战务人员接获被害女子反应后 除了协助处理伤口也调阅监视器画面 不过民众最担心的是 这起疑似刺凶事件 是否真的是无差别攻击 相关网络上所称 遭随机刺凶并非事实 经本队集结公司 调阅相关镜头及影像 无发现异常状况 捷径澄清 没有随机刺凶案件 并呼吁民众 如果遇到行为异常的旅客 可透过通话器通知司机员 或通知战务人员 被截会派员尽速前来处理 记者 似乎报道